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医疗队成员一一碰肿 表示热烈欢迎和有种感谢 并亲吻了五星红旗 伍奇奇在对媒体谈话时 提到自己为什么如此爱中国 中国是铁哥们 中国人耐心 友善 勤奋 敬业 塞尔维亚人非常喜欢中国 塞尔维亚疫情在欧洲不算很严重 这跟伍奇奇政府抓得早 抓得紧有很大关系 但塞尔维亚为什么如此着急 前几天伍奇奇在感谢中国演出时 是含着泪讲话的 因为塞尔维亚已被欧洲抛弃 那些满嘴 人权 关爱 团结的国家 全部在顾自己 甚至出现互相节流医疗物资的情况 作为一个巴尔干内陆国家 实际上已被各种封锁隔绝 而疫情谁也不知道会如何发展 如果没有有利的元首 恐慌就会变成绝望 中国没有令塞尔维亚失望 也给塞尔维亚带来了希望 只要中国在塞尔维亚人民 一定会度过这道难关 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又开始对塞尔维亚一言怪奇 反吴奇奇在米洛 舍维奇政府担任内务部长 新闻部长时的老丈 保护战犯姆拉迪奇 原言要报复牧族 暗杀媒体大佬 丘鲁维亚 封杀外国电视台 电台等等 对于美国而言 吴奇奇是一根严重钉 哪怕他选择温和政策 但只要塞尔维亚不是傀儡政权 美国对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仍保持敌视 你怎么能接受中国援助呢 政府还如此高调 还想不想要民主执照了 但塞尔维亚人不会栽上美国的党 21年那堂人权课 足以让塞族人世世代代记在心中 为何肢解塞尔维亚 90年代中起 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 美国不顾欧洲低声的反对 继续肢解塞尔维亚 直到各出一个独立国家 科索沃 科索沃本来是塞尔维亚共和国一个自治省 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兵林 面积10887平方公里 人口约200万 90%以上是阿族人 信奉伊斯兰教 一、经济省科索沃地处内陆 不产石油 但却是极其重要的石油通道战略要地 二、军事上摧毁俄罗斯在巴尔干腹地最后堡垒 在北约东阔和南下地中海扫前障碍 利用北约牢牢树立美国对欧洲的军事领导权 有法设想的欧洲军只能是纸上探兵 三、政治上 架空联合国安理会 实践美国领导的单子世界 将安理会以部分权力转移到北约手中 难点在于科沃澳是一个主权国家 领土内的一个省份 塞尔维亚又不可能同意国土分裂 那么这就是塞尔维亚不对了 狼狼吃羊 羊不同意 那不是让狼陷入痛苦吗 美国一定为自己分裂别国的阴谋找到借口 那就是民族矛盾 还有什么比煽动和支持民族暴乱更有效的手段呢 煽动民族冲突 1980年铁拖元帅去世 南兹拉夫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开始松动 科索沃地区的宗教民族矛盾反复出现 1981年塞尔维亚政府对科索沃实行短期军管制 1982年外部势力逐渐推动科索沃阿祖独立运动 1989年米洛舍维奇取消了科索沃自治省拥有的宪法否决权 1990年9月28日取消科索沃自治 1991年9月30日 在西方策动下阿祖打着民主旗号进行非法攻决 宣布成立科索沃共和国 秘密组建武装科索沃解放军 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 各方在美国签订戴顿协议之后 美国走向前台 1996年 阿尔巴尼亚总统贝里莎被推翻 军火库失控 大量武器流入科索沃 阿祖正式成立科索沃解放军 这帮乌合之众以前在欧洲贩毒走私 支售伪钞贩卖人口 绑架勒索无恶不作 法国洛林地区性奴 德国贩毒网络都是他们在控制 欧洲警方都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 一提上民主外衣 暴徒都成了美国媒体口中的自由斗士 有人给钱 有人给枪 他们主要工作就是破坏社会秩序 挑衅警察 再引起塞尔维亚军警反击 然后拍下军警时报照片送给西方媒体 种族灭绝新闻源源不断出现 科索沃解放军基地在布鲁塞尔 由美德负责训练 武器包括狙击步枪 机枪 排击炮 地对空导弹 他们对塞族平民发起的武装袭击 1996年 31起 1997年 55起 1998年 达到1273起 这些都是美国派给他们的脏活 尽管他们杀人放火 在西方舆论中却是受害人 南联盟军队只有两个选择 一 任由他们杀人放火 无限忍让 二 用武力维持秩序 和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米洛舍为其选择了强硬手段 美国迅速要求南联盟 停止对科索沃的武装入侵 美国亮出底牌 科索沃是一个国际问题 不能只把它堪成是南联盟内政 问题国际化后 北约就可以以捍卫人权名义 通用武力保护 阿祖 穆斯林 1998年3月 美国以侵犯人权为由 对南联盟实施经济制裁 9月份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199号决议 主张维护南联盟领土完整 要求双方停火 接受联合国监督 这时 科索沃解放军 已被南联盟正规军 打得溃不成军 停火等于给了他们休整机会 为美国出兵 腾出时间 强行分列塞尔维亚 消灭布尔绅为克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堡垒 这是撒切尔夫人的说法 克林顿帮他实现了 科索沃解放军只是一件工具 他们与2011年的叙利亚叛军们很像 打顺时 不管杀了多少人 都是民主脚部 打书时 美国马上还停火 三个多月停火后 1999年1月8日 科索沃解放军再次袭击了 南人民军运输车队 绑架八民军人 1月15日 科索沃南部拉查克村 因警察被杀事件 警察部队入村 搜查疑犯 与阿族武装发生激烈交火 16日深夜 欧洲安全组织观察团 团长沃尔克向媒体宣布 经本人核实 昨天在拉查克村 南军警杀害了45位阿族穆斯林 17日 联合国安南秘书长和克林顿 谴责南军屠杀平民 舆论声浪铺天盖地 18日 南联盟 白俄罗斯 芬兰等国法医 对45具尸体进行尸检和身份试别 确认45人为武装交火人员 屠杀平民并不成立 但皮尔报告对西方媒体集体无视 美国坚持要南联盟交出杀人凶手 就是后来要求叙利亚政府军交出化学武器一样 2月6日 南联盟代表与克索沃代表 在巴黎南郊两部一挨谈判 由于南联盟坚决反对外国军队进驻克索沃 谈判破裂 3月15日 南联盟统一让步 允许克索沃自治 只保留名义统一 但美国却不同意阿族签署协议 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军队无法进入科索沃 3月22日 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宣布外交努力失败 决定采取大规模空袭 在没有得到安理会授权情况下 美国空军从3月24日起轰炸南联盟全境 目标包括发电厂幼儿园博物馆医院 5月8日凌晨 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美军发射的5枚导弹击中 造成我方三人牺牲 20多人受伤 大使馆建筑被摧毁 美国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血腥屠杀 6月3日 在俄罗斯斡旋下 南联盟接受和平协议 6月12日凌晨4点30分 200名俄罗斯空将军 抢先一步占领科索沃布林什丁纳机场 6月13日 科林顿打电话给叶利钦 要求谈判 6月18日 美国同意3600名俄军进入科索沃为和 6月20日 北约停止轰炸 7月3日 美国反悔 拒绝俄军进驻科索沃 匈牙利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等 也一致反对俄军街道 地面空中 接不行 大局一定 美国完胜 2008年2月17日 科索沃独立 联合国派了1.6万军队入驻 美国在这里建造欧洲最大军事基地 波德斯基尔 足期75年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也是到后来才知道 美国这阴谋 但无可奈何 克林顿被一个穆斯林国家称为国父 并为他树立同向 科索沃战争完全是为了美国利益而发动 该被押上战争法庭 却是捍卫国家主权的米洛史维奇 美国分裂别国国土 还要在舆论上将对方点为罪人 还有大批美粉 将这些形容为民主 自由 人权的胜利 战争贩子如同吸了毒一样 2011年 在叙利亚又复制了一出人间悲剧 俄国到现在还在显现 制造战乱 杀戮 美国从无半点仁慈之念 对中国各种分裂势力 也不是明里暗里支持 佩洛西不是在美国 那道靓丽的风景线吗 分裂塞尔维亚后 美国就放过他了吗 美国还想在贝尔格莱德 扶持一个傀儡政权 接下来就是舆论战和街头政治 包括煽动塞尔维亚人 对中国的仇恨 这些最后都失败了 中塞两国关系 是在血与火之中建立的 我们的英雄就常名在塞贝尔格莱德 美国作恶 都用的不仅仅是重磅炸弹 还有舆论炸弹 杀人诛心双管齐下 有的人脑袋被炸成一片空白 不然怎么会相信 那是一个人权灯塔呢 据说鱼的记忆只有犀鸟 但人不能这样 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 美国的人权永远是血泥泥 对内对外 皆是如此 一定会坚信的和塞尔维亚 这个铁杆朋友站在一起 共克时间 风雨同舟